嘿,欢迎回来,梁帆博客秀继续为你网罗全球智慧 圈内人一直在盛传,你读书速度贼快 一般人买书都是一本一本买的 然后呢,但是你听说你买书的时候都一批一批去进货的 就连得到创始人,我郑宇老师都说 你是他所认识的人中读英文书最快的 我作为一个耗时的人,我特别想知道你是如何快速阅读大量英文原著 那也不是,那也不是 我知道的书就读得快 就是说你在领域里待久的话 你一本书,他说一句,你知道下一句,当然读得快 很多书,讲科技书,很多的典故我就知道 一扫一眼就看过去了 但是不熟悉就,真是很正常 我的单独阅读速度 但是我自己的领域我会快 就像说科技 讲科技这些书,讲那些故事 很多他讲的,举的例子我都知道 那当然快,因为我天天读嘛 你读的多了,你就不新鲜了 对吧,就跟原谅我们学英语一样 对吧,你一开始学英语,背单词为什么难 因为你一句话出来十个词,十个词不认识 对吧,后来背单词为什么越来越容易 一句话出来十个词,你九个都认识 就读那一个背那一个不认识就完了 当然快 对,所以我自己的一些特殊领域 比如说像心理学,社会学,像科技 这些我都熟,东西熟 如果不熟的领域不行 所以要想读书快,还得多读书 对,就是你背景知道多了,你就快了 因为其实他就那么多好的东西 时间长就都知道